第24回 说到眼还死了 他就请求曹帝带他到他哥哥的家里 去到他哥哥的家里就将情况一五一十就告诉他哥哥知道 眼白一听他就说了 哦,那就是了 于是就拿出白银一包就交给曹帝说了 嘿嘿嘿,你们拿着去用了 我的弟弟按罪就不应该死的 请放他回去 我叫小二跟你们去 或者会无什么事的 就叫阿大陪陪曹帝来喝烧酒 自己回身回到家里就将情形告诉家人知道 于是就叫金氏到隔离 去叫那个威廉先过来 没多久威廉先就来了 见到眼中就想扔佬 眼白一手抽着他的头发就骂他 你个这样的丫头你笑得你这么凄凉 你生的时候是个弹壶 死了又变了个贱鬼 早就没人看得起你了 现在你还想来害我的兄弟吗 就叫阿大巴掌 打到威廉先的头发都散乱了 容某即时失色 等了一会儿 那个白衣婆就进来 派他在底里猛这么哀疚 眼白又骂那个白衣婆 我们放动自己的女儿四周围做坏事 罵了很久才见到白衣婆和女儿一起回去 于是眼白就送兄弟出门 暂眼之间眼中已经到了卧室里头 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一样 才晓得刚才已经是死了去那样 眼白又窄被伤群说 唉 我和你姐姐都以为你能是很言为很能干的人 所以呢 就将你配给我的兄弟 现在你反而要我兄弟早死是不是 假如我和你没有亲属关系的话 我一定会重重地打你一餐 商群又怕又怕他流着眼泪 对着眼白叩头借罪 眼白望着望阿世 心里头都可以宽怨他就说 小孩居然真的像个生的人 商群想出去煮饭 眼白就推迟说 兄弟的事情都还没搞定 我没有空留在这里了 阿世年纪已经十三岁见到老爸 不免依依不舍 他见到父亲出去 他又流着眼里要跟着一起走 老爸就说 你跟阿叔好 你跟阿叔最好 我将来会再回来 说完斩斩眼之间就不见了 从此就没有再来往消息了 后来阿世就娶到个女人生了个儿子 他到了三十岁就死了 眼中抚养他的儿子 就好像个儿子生的时候一样 等到眼中八十岁 阿世的儿子已经是二十多岁 才分了家 那伤群就没有生样的 有一天他就对眼中说 我先到地上 去替你们准备居室 跟着打扮了一下 躺在张床上 哎哟 黑了双眼 就死了 眼中也不悲哄 过了半年 他也死了 那伤群这个故事就说到这里 下面继续跟大家说 另一个辽齋故事 就叫做聂小贤 話说浙江 就有个叫做灵彩神的人 这个人为人圣情很爽绩 行为端正 经常对人说 除了他妻子之外 生平就不要递些女色的 有一年他去金华 来到了北门外 在一间寺院里头脚脚 寺院里头的殿塔 就很壮丽 就是乱草重生 生到整个人这么高 好像很多年 都没有人来过这里 东西两边都是增房 门户虽然散着 只没有落门户的 就只有南边有一间小间 新加了一道锁 好像有人在里头煮 他又在大殿的东角 删满很多大大小小的粥 台阶下边有个很大的池塘 池塘里头还开着些河化 他很喜欢这个地方的邮淨 又正值主持考试的考官 刚刚好到了金华 各地的秀才都去到省里头 整宗的客产房金也很贵 于是就打算在这里住下来 就在那儿漫步散心 等待自终的和尚回来 到了埃曼 只见一个书生 就打开了南边的房门 林彩晨就走过去和他打招呼 并且想说 将在寺里头住下来的意思 告诉书生 书生就说 你这家庙就没有和尚 我也都是来寄宿 你如果不怕冷落 就住在这里 早晚过来跟我聊聊 我也可以向你请教一下 林彩晨一听 心里头十分高兴 就拿些和赶草铺地 就算了睡觉的床 又拿了几块木头 就搭成一张桌 就预备在这里长住下来 那晚 明月份外皎洁 月光就好像水晨一样 两个人在殿囊下面对着坐 互相通报姓名 书生就说 我姓燕 我叫做邪夏 林彩晨猜想他是去认考的秀彩 但听他的口音 一点都不像是浙江人 就问他是哪里人 书生就说 我是陕西籍的人 言谈之间的语气极之诚狠 后来两个人没有什么好谈 就分别去睡觉了 林彩晨就因为刚刚来到这里 睡着都睡不着 因为三部床 忽然间 就听到房间的北面 有暗暗沉沉的说话声 好像那里有住户人家 这样 于是他们起身 他在靠近北枪的石壁下面 偷偷撞出去 一撞 只见矮场的外面有个院仔 院里头有个妇人 这个妇人大概四十多岁 还有一个白妇人 穿着退色的红色的长衣 头上插着一把大银梳 路太隆重 跟那个妇人在月下聊天 那妇人就说 小前为什么很久都没来呢 白妇就说 嗯 我想她大概就到了 那妇人又问 是不是她对你说了些埋怨的说话 白妇就说 那就没听她说过 不过看她的样子 好像有些不太喜欢 妇人就说 这个小丫头 哎呀 真是很难对付的 说都没说完 就见到一个十七八四的女子来了 看着她的样子 生得十分漂亮 白妇就笑着说 嘿嘿嘿嘿 真是呀 在背后千万不要说人 我两个现在正在说你 没想到你这个小妖精 一声都不出就来了 好在呀 我们没有说你什么坏话 又对着那女子说 小娘子呀 你真是好像画中的美人 假如我是个男人的话 哎呀 我的云白早就被你勾了去了 女子就说 阿婆 你不说好 还有谁敢说好 接着妇人就跟那个女子 又不知说了些什么 你又说 林彩臣总以为这些都是隔离伦四的家眷 不理他又睡觉 就不想再听下去了 他们又谈到一些时候 才没有再出声 林彩臣正想睡觉 忽然间 觉得有人来到他睡的地方 你不看起来一看 哦 没想到 只是那个隔离院的女子过来 她吃得一惊 你来到干什么 那女子就笑着说 这么漂亮的月色 一个人失去睡不着 情愿来跟你一起睡 那样 林彩臣一听 好严肃的 你要防人家议论 我是怕人家说坏话 大家如果一不小心 就见不得人 哎呀 这么晚啊 夜妈妈 还哪有人知道 林彩臣又拒绝了她 她退了几步 好似还有说话想说那样 林彩臣就斥责她 说你快点走 你再不走的话 我就要叫醒南谷那个书生的了 哎呀 那个女子这样才害怕 才退了出去 到了门外边 又回回头 拿着一定金光颤颤的黄金 躺在她的皮铺上面 林彩臣一见 顺手拿那个黄金 离手就掉了 就掉到门外边她就说了 你这种不义的东西 我是不会要的 那个女子很惭愧 走出去 撿回那条黄金 暗暗沉沉沉地说 哎呀 你这个汉子真是铁石心腸啊 第二天一早 有个南溪的书生 带到一个仆人 来准备认识的 就住在东边的增房岛 到了曼斗黑 哈 突然间就死了 脚板底里有个洞子 好像是被吁 捉过这样的 那些血就从个洞子里 一滴滴滴的慢慢流出来 大家不知道什么缘故 过了一晚 那个沱人又死了 病的情况 跟刚才的书生是一模一样 艾问 南斥霞就回来了 灵彩神就把主獲部突然死亡的情况 说给南斥霞知道 他以为是碰到妖怪 灵彩神从来都不怕鬼 就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头 到了夜晚那个女子又来了 这个女子走到来 他对灵彩神说 我见过的人很多 没有个像你那样硬颈的 我不敢骗你 实不相瞒 我叫做小善姓烈 十八岁就死了 坐在这间寺院的旁边 经常被妖怪威胁着我 做些痞战的事 我所以不顾羞恥地勾引人 实在不是我自己想这样做 现在子女头 我已经没有可以杀的人 今晚恐怕就会叫夜叉 那个妖怪会叫夜叉 对付你 灵彩神听到这番话 不敢大气的惊 就求那个女子想办法 那个女子就说 你跟烟尺下同住 那就可以避免的了 他又问那女子 为什么不去迷那个现身呢 那个女子就说了 哎呀不行啊 他是个奇人来的 我不敢去碰他 又问了 你是怎么去迷人的呢 那个女子就说了 凡是跟我亲近的 我就静静用个鱼刺他的脚底 他就会昏了过去 那我就会拿他的血 供给那个妖怪来饮用 或者拿一定的黄金 去诱惑他 其实哪个是黄金来啊 是罗杀鬼的头 是罗杀鬼的骨头来的 如果那个人贪钱的话 流了下来 我就能够将他的心肝割了下来 女色和金钱 都是一般人喜欢的东西 林彩神感激他的好意 同时问他 是不是知道妖怪害他的时间 小倩就回答 是天晚了 临走的时候 他流着眼泪到连彩神话 我躲在苦海里头 要回岸回不得 先生 你意气心俗 你一定能够救我脱离苦海 假如肯将我的尸笔 归作你的家乡 使我不用再受妖怪的侵犹 我一定会感激你再做之恩 林彩神立刻答应 一早就约他来吃饭 晨时之后 晨时大概早上七点到九点钟左右 灵彩神预备酒菜 燕彩神预备下就来了 就仔细擦看他的行动 还跟他约好 今晚和他一起睡了 燕彩下就推迟说 自己性情孤僻 喜欢自己一个人睡 灵彩神 灵彩神不理他肯不肯都好 硬硬将他的饿包拿过来 燕彩下就没办法 就只好勉强答箭下来 但吩咐他说 我知道你是个大丈夫 我很佩服你 就是我有点私情 难以对你直言 请你不要翻开我的箱子来看 你要翻开的话 对大家都不利 灵彩神当然答应 到了万岛刻就各自就寻 只见燕彩下 将那只箱子派窗口 躺下没多久 就脚脚似乱睡觉 谁知灵彩神 躺着都睡不着 但他一间的时候 窗外边隐隐有个人影 没多久就靠近窗口来 将左望右望 眼光呢 好像电闪一样 灵彩神不觉大惊失色 正想叫燕彩下 然后有件事破箱而出 光亮得好像一条白铁一样 碰断了个窗关的石甲 突然向我一射 然后又翻回入箱里头 好像电光一闪又消失了一样 燕彩下被惊醒了 他抓起身 灵彩神就假装睡不着 看他有什么动静 只见燕彩下捧着那只箱子 从里头拿出一样东西 对着月光闻了一下 又看了一下 那样东西结白闪光 大概两寸多长 是九彩夜这么阔 过了一阵 他将那件事爆了好几层 依然等回入那只烂箱里头 他暗暗沉沉沉地说 哼哼哼 被我怒妖怪 居然这么大胆竟然整烂我的相 跟着又上床睡觉 灵彩神见到大胃奇怪 于是就起身问他 又将刚才所见到的情人 告诉他 燕彩下就说 哼哼哼 你既然看得起我 我也不隐瞒了 我是那剑客 如果没有这个石格挡住那个妖怪 应当早就被杀死了 现在他虽然不死得 哼哼 他已经受伤了 灵彩神就问 这个伤里头藏着的是什么 燕彩下就说 就是剑 我刚才问他 就觉得有妖气在里头 灵彩神想看一看 燕彩下很慷慨地拿出来给他看 是一把锋利透光的剑仔 于是他就更加敬重燕彩下 第一 灵彩神想起了聂小线的触托 就去寺院北边 找他的墳地 离开远牆没多远的地方 果然有棵白羊鼠 树上边真是有个着陈 后来灵彩神在金华扮演了公事 就预备离开这个地方 就回回家 燕彩下为他战行 意意识别情意十分深重 还拿到个烂皮袋送给他 彩神 这个是个剑袋 你好好收藏住他 可以避免那些妖怪来侵害 灵彩神想说 跟他学一些剑术 谁知燕彩下就说 好像你这样有信义 而且有光致的人 本来是可以学一些的 不过你还是富贵中人 不是我们剑道中人 那灵彩神假托说 有没有藏在这里 就挖起那个女子的尸骨 就用锦段爆好它 就从家观念 就请到那只船 就再回家乡 好了 这里再说灵彩神的书房 就面临着抗野 所以就在他的书房前面 为小线起了个坟 就将他的尸骨 就撞到进去 撞的时候 还做了一篇制文 这篇制文大意说 可怜你的孤魂 就将你撞在我的近旁 这样你无论发什么声音出来都好 我常常都可以听到的 你也不会再受恶鬼的欺负了 今天祭殿的菜牙 就不算是好封城的 只是表下我的一番心意而已 请你千万不要见怪 当我祭殿完走回去的时候 忽然听到后边有人叫他 是啊各位 谁叫灵彩神呢 哦